大家好,小青。 很高兴听到你要分享一个关于卡拉OK店,鬼陪你的故事。 厄兰街确实是望角的一条繁华街道,充满了人潮和商业活动。 那么,让我们听听这个神秘故事的细节吧。 据你所说,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家名为破兰店的卡拉OK店里。 这个地方似乎有些不寻常,因为人们经常抱怨他们的账单被错误计算。 而令人更加惊奇的是,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有时会出现多出来的情况,而这个多出来的人并非真实存在。 现在,请听我细细道来。 这件事情发生在厄兰街,厄兰街是望角的一条繁华街道,闹事之中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诡诀。 在这个地方,三教九流的人们云集,形形色色地生活在这里交织,宛如一条鱼龙混杂的街道。 厄兰街也被视为一个非官方的红灯区,各种娱乐项目无所不包,只要你能想到的,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 靠近闲美顿街的附近有一家K房教,盛多欢乐,虽然没有色情服务,但在这条街算得上是正规的生意。 由于老板曾是我的管辖范围内的人,我对店里的事情也有所了解,可以肯定并没有什么案件问题,请大家不要误会。 那天,来了八个年轻人唱K,服务生为他们安排了房间,并送上饮料和小吃,一帮年轻人在房间里开心地唱歌玩耍。 其中一位女生中途走出房间去上厕所,当她回去时,她问服务生为什么没有给他们安排那个更大的房间,因为他们人多,现在的房间太拥挤了。 服务生很疑惑地回答道,你们所在的房间已经是我们店里最大的了。 女生困惑地说道,但是我刚才去上厕所的时候,看见走廊尽头,有一间207房间,它非常宽敞,里面还有许多人在唱歌,不过他们都穿着奇怪的老式衣服,仿佛是70年代的香港电影里出现的人物。 服务生心中一惊,她含糊地说,你一定是看错了,你们所在的房间就是最大的,放心吧,那边没有更大的房间。 于是,年轻女孩便回去和朋友继续唱歌了。 服务生知道发生了什么,因为根本就没有207房间,房间最多只到206,而且也不会有穿着老式衣服的人在那里唱歌,前台也没有接待过他们。 之前,店里曾发生过一些类似灵异事件,员工们经常遭遇到所谓的撞鬼经历。 在平日里,有时候他们突然会看见多出来一间房间,里面还有许多客人。 虽然许多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,但房间内却真的有很多人存在。 有时候,那些并未在前台登记或者开房的客人,他们会在某个空着的房间里唱歌作乐。 他们的穿着非常奇怪,有人穿着长卦,有人穿着老式西装,而传出来的歌声却都是六、七十年代的名曲。 对于员工来说,他们根本不敢进去询问,只是默默地让他们继续唱歌,等他们唱完就赶快离开。 毕竟,他们的现代K房根本没有那些六、七十年代的歌曲,更何况谁会穿着古怪的服装来唱卡拉OK呢? 最后,当这帮年轻人唱完后准备离开时,在结账时,他们发现账单上标明了九个人的消费项目。 因为收费是按照人头计算的,年轻人就和服务生争论起来,说他们只有八个人,卡拉OK店多收了钱。 服务生解释道,他们无从得知到底有几个人来,只是根据闭路电视中包房内的人数来收费,因为以前也有人晚来或者提前走。 但都被算作一个人,年轻人坚称他们是一起来的,没有人晚到。 于是大家决定看闭路电视的录像,于是聚集在值班室,大家一起观看录像,数清楚人数。 结果证实,确实有九个人。 年轻人们都感到非常吃惊,因为他们看见录像中坐在他们中间,长发披肩的那个朋友他们都不认识,而且他一直低着头吃桌上的小吃。 直到他们准备离开时,他突然在闭路电视的画面中消失了。 其中一个女生吓得当场哭了出来,因为那个长发的朋友一直坐在他离得最近的地方。 整个唱K的过程中,他都没有察觉到,他只是不停地和朋友们说笑,点歌和享用食物。 而这个女生正是上厕所时,看见很多人在唱歌,想要前去207房间唱歌的人。 这时,年轻人们都变得漠不作声,迅速地付了账单上九个人的费用,然后惶恐地逃离了卡拉OK店。 自那以后,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听完我的故事,你会感到心跳加速,毛骨悚然。 你能想象自己置身于恐怖的场景中吗? 现在,我邀请你按赞、分享和点评这个故事,让更多人体验到这份恐怖。 别忘了给我留言,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样的故事,我将满足你的好奇心。 准备好了吗?一起探索恐怖的未知领域吧。 记得点赞、分享和点评,让我们一同勾起人们的恐惧。